鱼片这样炒,好吃又简单 大家好,我是刘逸 今天跟大家分享滑炒鱼片的家常做法 咸鲜四口,鲜嫩爽滑 老少皆已,下酒又下饭 饭店做的为什么好看又好吃 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让你在家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炒鱼一条 宰杀清洗干净 切下鱼头 做这个炒鱼片 就要选择黑鱼 吃着口感最好 然后挨着大骨的上端 片下鱼肉 今天做炒鱼片有半片就够了 留下半片再来做其他的菜品 先把鱼肚上面的黑模挂干净 因为这个非常的新气 然后先片下鱼排 顺着鱼尾用平刀法 把鱼肉和鱼皮分离 因为做这个菜鱼皮和鱼排都不要 只取鱼肉 把鱼皮和鱼排用来做其他的菜品 鱼皮像这样 直接向前一推就能够很好的去掉 接下来改刀 把鱼片片成稍微厚点的片 因为片的太薄 在炒制的时候容易碎 片刀最后一片 就要是片成镰刀片 这样呈现好看 片好后放入盆中 再放入食盐一勺 料酒稍微多一点 用手先抓拌均匀 这一步是去除鱼肉里边 多余的血水和腥气味 让做出的鱼片颜色更加的鲜亮 抓拌至鱼片表面起年 然后放入清水清洗干净 清洗至水清亮 鱼片发白 然后捞出几干水分 接下来腌制 盆中放入盐稍微多一点 再放入少许的白酒 和适量的清水稀释 然后用手搅拌均匀 接着放入几干水分的鱼片 抓拌均匀 做这个菜不要放料酒 因为颜色容易发暗 不鲜亮 抓拌至鱼片表面起年出肉浆 成这样的效果 再放入少许的胡椒粉 和半少的鸡精味精 再加入少许的清水 继续抓拌均匀 腌鱼片 盐的量一定要稍微多一点 像这样反复的多抓拌几下 鱼肉更容易上进 再次抓拌至鱼肉表面起年 放入鸡蛋清半个 抓拌均匀 可以使做出的鱼片 口感更加的滑嫩 而且颜色还鲜亮 抓拌匀后 再放入少许的土豆淀粉 也就是生粉 抓拌均匀 锁住水分 抓拌匀后 再放入葱油 防止粘连 接下来准备配料 少许的木耳泡发好 清洗干净 撕成小块 黄瓜适量 先切成斜刀块 再切成菱形片 红辣椒适量 切成菱形片 搭配颜色 大蒜一颗切成蒜片 生姜适量 切成姜片 少许的葱白切成段 切好放入盆中 食材准备好后 下面开始起锅烹饪 起锅烧水 先来汆烫鱼片 水开后 保持小火 把鱼片一片一片的放入锅中 这样成形好看 而且不容易粘连 下完后 先静置三秒钟 让其定型 再用勺子慢慢的推动 稍微开锅 倒入辅料 继续推动均匀 煮住大概十秒钟 即可捞出 汆烫鱼片的时间 切就不要太长 要不然车上没有口感 而且鱼片还容易碎 另起锅 马骨烧干 放入适量的葱油 煮烧后下入葱姜蒜 盐炒出香味 炒香后 放入适量的清水 调味放入适量的盐 半勺的胡椒粉去腥 一点点的白糖 和味道提鲜 放入烧开后 下入控干水平的鱼片 用勺子稍微推动几下 让味道更均匀 烧至十秒钟 用水淀粉 个个薄切 用勺子稍微推动几下 动作贴折不要太大 要不然炒出的鱼片容易碎 最后再放入少许的葱油 增加香味和鲜亮的颜色 推匀后即可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炒鱼片 时间切就不要太长 全程大概需要两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这样一道清淡可口 滑嫩不腥的 滑炒鱼片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 请关注留意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 评论转发收藏